起来起来起来 哦 这个很难看 你知不知道 走走走走 台风天吊虾场人潮满满 只见一名女子摊坐在椅子上 几乎动弹不得 原来她喝到烂醉 警方只好一前一后 连人带椅扛上警车 旁边游客看到这幕 笑翻大声起哄 不说还以为是银神庙会 警方帮忙扛叫 我们能走 继续吧继续 慢慢一百平 原来这名46岁陈信女子 趁着台风天独自一人 到树林吊虾场 喝得醉茫茫 店家担心她跌进虾池 只好请警察帮忙 眼看女子无法站立 干脆直接让她坐在椅子上 一并扛走护送返家 画面曝光引发网友热议 吊虾喝到这么醉 实在真的有点虾 镜头转到台东市 台风过后 民众外出遛狗 没想到走进品尝变道 陷入淤泥 越陷越深直到无法动弹 也是软的 你这样也是软的 还要再一个银子 出动消防人员 利用长背板靠近 直接一人一狗 半个身体全线在泥巴中 看起来又够狼狈 原来民众外出散步 没注意到平常走的便道 已经不满淤泥 困住之后越想挣脱 却更加动弹不得 好在最后成功脱困 结束一场惊魂 记得钟晨来分享 桥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招呼